嘿我是迷大熊MatchBear 今天要來開的就是阿姆斯狀啦 那這個是 從Google Mail官方訂然後他寄過來的 原本呢應該在上一次曼博展的時候就該買到了 因為 曼博展那邊有現貨可以買 可是在曼博展之前因為 大熊沒有仔細看他的說明說 台灣也會有 曼博展或Google Mail 所以呢就在Google Mail先訂 然後結果 從那個時候一路到現在又過了好幾個月 穿到這一個東西 那他寄過來後這麼大一盒 結果因為大熊都會習慣性就是 包裹來的時候會先檢查看看是不是 寄過來是不是對的東西 對所以我已經先開了 那我開起來的情況絕對很好笑就是 這麼大一個箱子 結果打開裡面就是 盒碗 就是一個盒碗 這麼小一個盒碗 哈哈哈哈 那我們來開他吧 嗨 今天我們請愛麗克兄弟呢陪我們一起來迎接新夥伴吧 好期待喔 他本人到底會是什麼樣呢 要不是先訂真的是有愛的話真的會下不了手啊 長怎樣 拜託拜託 我好像看到了 我好像看到他長怎樣了 好 Du bobo 我好像很性感 好厚 等一下 aren tom 他本體真的好性感 阿姆斯壯 果然對你的期待是不會失望的 好肌肉好壯喔 這個身材也太Sexy了吧 如果把頭拔掉的話 真的就是一個超性感的肌肉男 頭裝回去 因為他長得也很可愛 真的很喜歡阿姆斯壯這個角色 他在劇中真的超可愛 這也太Sexy了吧 這個背肌 看這胸肌 哇塞 看這手臂的肌肉線條 哇可惜的是 他的腳下半身這邊完全是不可動 就是固定的 哇這裡有點可惜了 手應該是可以直接拔掉的吧 來拔拔看 喔 那手是XX式的 哇那這樣子也沒有其他替換零件可以換 雖然整隻幾乎完全特規除了脖子以外 因為脖子呢是使用黏土人的基本的脖子 塗裝也還不錯啦 這個金屬色塗裝的還蠻不錯的 然後衣服跟 也不是衣服耶 這裙色就是褲子跟裙子耶 呵呵呵 塗裝 這也很難塗壞了吧 這 呵呵呵 完全想要誇獎 可是 就是一個 嗯 這個塗壞的話就很嚴重的狀態 所以這也不可能塗壞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認不可以拆下半身吧 喔 下半身也是這種XX式可怕的 來試試看 頭可以跟 阿爾換嗎 插不進去 因為它這個 它有厚道的下巴也插不進去 只能夠放著了 呵呵呵 好爽喔 這個超不當的 還是把它裝回來好了 這太很當了 它裡面呢有給了一個底座 以及黏土人 慣性就是會給的一個阿媽棍 因為它這裡呢是有一個插著的 所以它不需要支架 它就是 直接就是插在底座 就是一個很完美的擺飾了 這樣擺著 大熊呢去找了一下 之前 就是它有出的一系列盒丸裡面 這個算是那個 日本都檔部系列的盒丸 然後大熊是買一整套的 那我覺得 我想要來實驗看看 不行耶變得更自戰了 而且 變得超猥褻的 哈哈哈哈 不行 猥褻到不行 本來大熊是想說 這個東西應該買回來 可以跟其他人共用 或者是可以一起做 替換 然後把玩 結果沒想到 這一隻幾乎全身都是特規 只有頭呢有 脖子的部分是 可以就是拿來跟別人互換 可是呢這一顆頭呢 有點太特殊 不行耶 我換完以後覺得 有點似曾相識 好像近期的巨人 他的頭真的太特殊了 整個全身都太特殊了 完全不能跟別人一起玩 好 哈哈哈哈哈哈 變得好醜 不行耶 這完全不行耶 這個 等一下 衣服打開太猥褻了 等一下我們把它換回來 不行不行 這樣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哈哈哈哈 沒關係 我們就呈現這個完美肌肉型態就好了 這隻真的很棒 可是價格太貴了 大家就看看大熊開箱就好 因為這隻沒有愛真的是無法下手 因為太貴了 800多塊 800多塊已經都快要可以買一隻黏土人了 買一隻這種東西真的是有點... 那是萬元吼 我就把錢拿回去 大熊是俗控 所以又特別喜歡這種大樹型的角色 那就收藏起來吧 大熊的愛啊 那大熊今天的阿姆斯狀呢 這一隻也沒什麼好開箱 就到處惡搞了一下 裝來裝技結果發現都不適合 那今天我們的阿姆斯狀就開箱到這邊 我們請愛德華、愛麗克兄弟來跟大家說掰掰 喜歡大熊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大熊訂閱、按讚以及分享出去喔 如果對大熊有什麼想要聊天啊 或者是想要講一些垃圾話之類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大熊都會回應你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就可以了 我們下輿去追訪過去 我們的家製 按讚 我們下載可以拍照 我們下載的家製 我們下載,請 routines 我們下載,親密的腥 我們下載,請忍跟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